秋天泡湯追風趣啦 剛剛我們來到了 這小子推薦的四元牙口之後呢 光只有一處賞風景點不過癮 小兵說他要加碼 大自然的楓葉博物館 博物館三個字都翻出來哪裡啊 因為呢 其實這個地方啊 就在小子剛剛介紹那個有勝溪的上游 你大概在開一小段路 就可以到大家一定聽過的武林農場 有吧對不對 你推薦都厲害了 武林農場就是台灣海拔最高的這個農場 那武林農場之美 我想這個不用我多說 但是它每年的一樣 到了11月 然後到隔年1月的時候呢 它是賞風非常好的地方 因為武林農場當然除了這些什麼風啊 還有這個畜樹之外 它還有你可以看到這個什麼銀杏樹啊 對不對 然後還有這個洛宇松啊 可以看很多 還有這個什麼芳香萬壽局 因為它芳香萬壽局開起來是黃黃的花 其實跟這個風的橘黃有一點點像 然後因為它那邊呢 它有一個很長的一個很像瀑布一般的 它自己故意種那個高低落差 一個這個高大概5公尺 然後形同瀑布一般的這個 芳香萬壽局的花海對不對 然後或者呢 旁邊呢你又可以看到那種 帶藍紫色的那個俗微草的花海 所以你光騎賞其他的花就已經夠過癮了 然後呢 再來看這個風樹 那就是更不得了 那為什麼剛剛那種風業博物館 澳萬大它是集中在某幾處 對 那武林農場呢 它是從那海拔1800公尺 然後一直到這個海拔2100公尺 那個雪山登山口那附近 那一整片在海拔大概落差300公尺都有 而且重點是因為它的風樹的種類很多 多 所以大家每個人的變色的樣子 變色的時間都又約略有點不同 所以你看到可以看到很多種種類的 再來一樣還有這個其他的這些植物 可以看到變葉植木可以看到 所以你就會看到錯落各種不同的顏色 這就是它最美的地方 那觀眾朋友 如果你們沒有看軍艦爆氣象 不知道也沒關係 我再告訴你們一個小秘密 什麼 你上武林農場的官方這個網站 因為他們現在 因為大家都想要追風嘛對不對 想要清楚一點 想要知道說 我會不會今天去 然後到底鋪了個空 或是今天去已經太晚 他們現在就在幾個這個賞風處 他都有設這個監視鏡頭 直接看即時轉播 即時轉播 你今天早上也許 晚上或前一天看一下 這個風葉好像變紅了 明天衝武林 那就衝嘛對不對 直接開車啦 所以這給大家非常好的一個資訊 就是說我隨時隨地 如果你想要追風的話 那就放心大膽去追吧 真的耶 過去的追風 大家喜歡往國外追 去日本追 但是國境剛開放 現在出國可能還沒有那麼方便的情況以下 先暖身好不好 台灣先追起來啦 武林農場 博物館楓葉 沒錯 如果說這邊真的是博物館的話 我覺得小兵很適合 當那個博物館的導覽員 剛剛好像在上生逃課 只能當館長嗎 掌風的小知識 那我們來到這個武林農場 其實也蠻遠的啦 我們想要這個 被這個楓葉這樣子包圍 當然要住一晚 享受一下啦 所以要問一下玲瓏哥啦 這邊呢 這邊住宿感覺很搶手 有什麼好推薦嗎 追著風 追著太陽 在武林的大島上 這歌有40年了 沒有聽過的 從頭那裡來 50年 50年了 武林這邊的住宿 大概你一過的那個武林橋 左邊賓館 賓館裡面又有木屋 然後再來就是 等一下我會介紹 還有度假村 然後你車子開到最底的地方 要去桃山瀑布的停車場那邊 有一個山莊 還有一個要去剛剛小彬講的 雪山登山口那邊 一大片的露營場 露營場有搭帳篷的 有可愛小屋的 有那個更平價的小屋 所以住宿的地方有5點 選擇很多 我告訴你 你到了楓月 還有櫻花季的時候 一房難求難求一房 連個帳篷的位置 你都搶到頭昏眼中 五個地點都很難搶啊 所以說我現在要介紹的這個飯店 你平常來 平常來這邊 就真的有度假的FU了 他距離遊客中心 走到五分鐘 然後白天你來的時候 白天就參加他的導覽解說 帶你去看風從哪裡來 然後再看那個步道 英文靈步道去看那個鮭魚 然後晚上的時候 他有高山的音樂會 你證實沒有住到這邊 你來也都可以聽 也可以欣賞 然後晚上之後還關心 關心然後帶你到這一個 這一個 好天氣的時候帶你到這個地方 然後他的房間 可以啦 山中所在已經是最好了 已經很舒服了啦 你要講他他有多好 剛剛進進的啦 然後他有一個SPA SPA區 這個SPA 還有這種公社啊 高山上有SPA 不容易 然後他的餐有Buffet Buffet Buffet 不錯啊 很讚啦 高山地區還可以吃到這樣 有魚有肉啊 高麗菜都是很慢的高麗菜啊 很甜的耶 很慢的你知道嗎 現菜的啦 對啊 很慢的高麗菜 齊齊齊齊齊齊 所以像我這一種的呢 去到那邊喔 肉啊什麼都不需要 這不是 高麗菜猛吃 那如果是辦員工旅行活動的話 他你辦圓桌的 事實上我覺得他的 和菜圓桌反而比Buffet好 可能那個師傅喔 習慣做中餐 是 這樣 然後早餐不錯啦 你又閒閒就沒問題啊 而且他 這也是訂不訂得到的問題 訂不到 所以說這有了整個 來來來來 5千多塊啦 一泊二食含兩餐啦 平常日喔 平常日5千多喔 所以如果假日啊 或者旺季的部分啊 價格可能要再加上去一些些喔 但重點是啊 你搶不搶得到的問題而已啦 不管啦 來到這裡啊 我們剛剛直接呢 小子帶我們從寺院壓口 一路賞風賞到小兵的這武林農場了 夠精彩 那接下來換誰呢 後面推薦有更厲害嗎 來來來來 電視牆我們繼續來看到 換成Windy來推薦好了 Windy直接要帶我們去看 紅葉隧道哪裡 同樣是在宜蘭太平山啦 對 太平山其實呢 也是一個我個人非常喜歡的地方 因為這個森林遊樂區裡面 其實有各式各樣的植物 然後它的海拔分布呢 會讓植物的多樣性非常的多元 那每年也是11月入秋之後 整個太平山就開始逐漸有不同的樹種 慢慢變色 當然也包括楓葉 可是我要跟大家推薦的呢 是在這個太平山莊周圍 是 它其實是一年四季都看得到紅葉 不用等到11月 不用 你只要一年四季 在春天到冬天初冬的時候去 它都是紅葉的狀態 這個分布就是在太平山遊客中心 還有太平山莊的周圍 為什麼一年四季都看得到呢 因為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這個 紫葉醋 紫葉醋 紫葉醋它其實是一種醋嘛 就是一種樹種 那這個紫葉醋呢 它其實就是一年四季都會是呈現 這樣子火紅的顏色 它的顏色呢 是在於它受到的日照多還是少 它所變色的程度就會比較濃郁 或者是比較淡薄一些些 紅的程度 對 紅的程度 可是其實呢 都是會呈現紅葉的狀態 所以任何時間你去都可以有賞風的感覺 雖然它是醋樹 但是都會有賞紅葉的感覺 然後我要告訴大家 這個紅葉隧道啊 它其實就是大概200公尺 可是因為它是那個 就是太平山莊旁邊 中央階梯的兩邊 所以你其實在走這個階梯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種你是國際巨星的感覺 紅地產的感覺 那如果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你在上午的時候去 它陽光照下來 你就會有一種國際巨星的SPA light 打在你身上 打燈 對 打燈 所以你就慢慢從下面走去上面 200公尺 再從上面慢慢地走下來 其實光這200公尺 我覺得很多長輩 就是會來回地一直走 然後一直拍照 因為太迷人 太漂亮了 然後呢 因為它又在兩旁嘛 所以就是有一個集中感 有一個隧道的感覺 是非常棒的 但如果你下午的時候去 我也覺得有一點推薦 是因為霧慢慢起來的時候 起霧了 那個紅葉裡面 會有一點點灑了白糖花的感覺 灑一點白砂糖在樹上 所以剛剛是SPA light 但是下午的時候 就是乾冰幫國際巨星放起來 開演唱會了 對 開演唱會 乾冰出來了 看你要出場的SPA light 還是你要下午的乾冰海都可以 冰海喔 我覺得有很像聖誕紅的那種感覺 它的顏色 黑灣聖誕紅 好美喔 不過在這個季節 因為太平山很大嘛 步道也很多 要問一下小子 這個季節哪個步道是不能錯過的呢 像剛剛Windy說嘛 現在這個季節太平山 其實有非常多的植物 就是慢慢開始變色中 那除了剛剛我們賞風 如果覺得還是不夠的話 那我們就一起來賞風追金好了 就是我推薦給大家這個三毛矩步道 也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 而且絕對不能錯過的 這三毛矩步道呢 這個三毛矩它稱為台灣水青鋼 它是冰河時期遺留下來的物種 非常的珍貴 所以是原住民來的 沒錯 所以它被我們的這個文化資產保存法 把它公告為台灣四種珍稀植物 另外的還有就像台灣碎花山 南湖柳葉菜跟清水原博 這些都是非常少見很珍貴的 在植物界裡面地位 是跟玲瓏哥一樣崇高的 沒錯 就是這個季節一定要去看它一眼就對了 那這個三毛矩步道呢 它全長其實有3.8公里 大致上都算是平緩好走 它大概到了2.5公里到3公里這一段呢 有一個100公尺落差的一個極陡坡 有一點陡上 只有這一段是稍微有點難度 那很建議大家就是來到這邊的話 一定要穿防滑好走的鞋子 然後可以帶登山帳做輔助 那過了這一段呢 差不多到3.4公里開始 你就會真正進入這個黃金森林 這一整段就是整個金黃色的 然後因為這邊像Windy剛剛說的 到了一個時間它就開始起霧了 然後你走在這個黃金森林裡面 就會迷迷蒙蒙的那種感覺 就仿若仙境一般 非常非常的夢幻 然後它的 因為它的海拔大概1878公尺左右 所以其實到現在這個季節 去到這邊呢 是會冷的 大概5度到12度左右 滿冷的 所以大家去賞風追金的同時 別忘了保暖也是要做好 對 所以剛剛啊 這Windy帶我們去走這個紅色的 楓葉隧道 紅色看完 接著呢小指帶我們去看金色 來到了這三毛舉步道 滿城進帶黃金甲 但今天我們告訴各位 就是我們除了賞風看花 我們還要泡湯啊 湯的部分還沒出現 那就要問一下小兵 這裡去哪泡湯 這個既然大家都已經走到腳軟了 這個泡湯是能夠最消解疲勞的 對 所以就要帶大家去這個台版的冰島蘭湖 讓大家可以泡著這個蘭湖的溫泉 然後享受森林浴 唉唷 台版的冰島蘭湖 光明子就很威 到底在哪裡呢 休息一下